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電影特派員 我叫莉穎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這部片叫做《折水困》 它是以液晶來當作電影的主軸以及題材的 在這部片中它敘述了兩個重要的事件 像是我們的綠島監獄事件 以及我們日本的水災事件 我最欣賞的就是大酒包馬離子在日本水災部分的演出 它的哭泣非常精彩以及動揉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綠島監獄 老季跟小季他們的對手戲 非常的精彩 老季他代表未來 小季代表過去 一開始會覺得說 他們兩個是不是有很多的仇恨在裡面 後來我發現其實 老季他跟自己的過去 他沒有辦法去面對 但是他後來還是放下 並且坦然面對自己的人生 在這部片子裡面呢我選了巴哈的法國族曲 作為我對哲水困的想法 我覺得法國的族曲呢 就像是片中的每個不同的人物 總共有四個聲部在裡面 然後每個人他有不同的他的聲音 在每個聲部裡面呢 他又有兩個不同的人格去對話 所以我覺得這部片子呢 最適合的音樂就是法國族曲了 所以要推薦給大家 也希望大家也一同去看這部片子 啟發我們的心靈 讓我們看這部片子 整理文化的音樂 我們在起碼的小聲 要想交往的心靈 那麼族 然後我們去替驚靜 他們共聰明的舞蹈 還有我的音樂 我們要想要解決 那他不去交換 他不去交換 真的高難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